这位测试,大家都知道,塔罗牌是西方的一种拽捕工具,主要是由拽捕人自己选出一张牌,再根据牌面上的内容做出解释,通常是做有关心灵的推测和解释。 今天我们也来放松一下,从下面四张塔罗牌抽选一张,测试你的爱情浴室,现在进展的怎样?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,都希望找到自己能走过一生的直心爱人,得到一份美好的爱情,想知道自己的爱情浴室如何吗? 下面有四张塔罗牌,请你凭借你的第一感觉选择一张,做做这个爱情小测试吧,A,塔罗牌,B,塔罗牌,C,塔罗牌,D,塔罗牌,确定选项后,请看答案解析,A,如果你现在正在热恋中,那么你和你的伴侣的关系处得还不错,你们之间有绝对的信任的包容,无论遇到什么事情,你们都能及时沟通, 即使解决,偶尔你们也会有不可避免的争吵,也会有资料不完全一致的时候,但是你们总能协商解决,如果你还是单身,那么最近,你将会遇到你的爱人,即将开始一段新恋情,将往初期,你们还处在磨合期,你们会有争吵,会有意见,不统一的时候,到这都不需要担心,这是恋爱必经的,经过了这些, 你们将会更加珍惜对方,B,如果现在正在热恋中,你对你的伴侣的各个方面,应该都是比较满意的,同时你也是个心胸宽广的人,你总是珍惜与爱人的点点滴滴,因为你的心胸宽广,对待你的伴侣你不会斤斤计较,发现任何美好的东西,你总会和伴侣分享, 也会无怨无悔的为你的伴侣付出,恋情进展还算顺利,危机较小,如果你还是单身,你的各方面条件优秀,很快你就会遇到你的真命仙子,这个人也等了你很久,与你非常契合,你们交往起来也会非常顺利, C,如果你现在正在热恋中,非常喜欢你的伴侣,但是对方并不是太喜欢你,所以在交往的过程中,你一直竭尽全力的付出,努力的讨好对方,但对方对你的付出仍然不屑一顾,对方及你的回应,也总是让你失望,你总是心里很难受,因为无论你做什么,都得不到对方的任何回应, 如果你还是单身,你遇到你一个你喜欢的人,但是只是单相思,因为对方并不喜欢你,你费尽心思的为对方付出,但是对方没有给你一点回应,也许你让对方感到了压力,建议你可以给对方一些空间,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D,如果你现在正在热恋中,你们的感情目前来说是十分稳定的,但是也十分平淡,毫无激情可言,也让人感到厌倦,建议你们可以多为对方制造一些小惊喜,过过浪漫的二人世界,如果你还是单身,你内心是十分渴望爱情的, 只是你还没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,实际上你的内心是十分着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不要按赞哦